跑步 做操 打打球 很多人的体育课是这样上的 体育课上还能干什么 近日北京大学首次使用虚拟现实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开设的体育课给出了新的答案 在北大邱德拔体育馆东南角的智慧健康驿站里 公选课数字体育课正在进行 学生在动感单车 划船机 划雪机等设备上练习 数字大屏上记录着每个学生动态变化的心率数字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运动手环 然后我们戴上去之后他能够实时地监测我们的心率 消耗的卡路里 以及体现 用直观的数据体现我们每个人在运动时候的状态 以便于更好地调整我们运动的状态 以获得更好的运动效果 划船机上的周征锐挥汗如雨 正前方屏幕上的赛道动画实时呈现着他的运动轨迹 这种数字加体育的形式极大提升了对他的吸引力 本人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特别热爱体育 然后也喜欢玩电子产品 然后我就很好奇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来体验这一门课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去滑一场雪 北大数字体育课程教师吴定峰介绍 受制于客观条件的影响 学生想要体验爬山 滑雪 披滑亭等项目难度较高 但是通过数字赋能却可以来模拟这些项目 这样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同学们在校园里边 就可以提到这种锻炼的方式 像齐花跑这种项目跟我们生活里边提到的 齐花跑是非常接近的 它的发力是模拟的很接近的 加上这个屏幕的互动 学者之间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数据 然后以及几个人之间的排序 我们应该追赶还有什么状态 其实他很清晰 这样的一个社交功能以后 他会激励他迅速地往前跟进 吴定峰的课堂上除了育人的目标 同时还承担着其他的任务 这个驿站的功能可能是一个实验室 比如说慢病管理 跟校医院的合作 有备式过来 有运动处防每周断裂几次 然后持续三个月 那我们全程有这些数据的支撑 就可以分析 到底怎么样了 这是生理方面的 还有心理方面的 干预通过运动去改善到心理状态 这也是有 这是一个实验室的功能 同时也是教学实验室 这是中国高校里 首个开设的数字体育课 让吴定峰欣慰的是 经过前期艰辛筹备 他的公开课服一上线 就被学生们哄抢一空 甚至需要摇号来确定资格 吴定峰说 体育锻炼也一样可以做到 更有趣味 更加科学 我们今天讲 北大是常为新的 那我们在体育教学上面 也希望能够用最新的技术 跟我们传统的体育课堂 也一起结合 产生一些新的视角 来体业这种体育运动 让更多的人参与体育锻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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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